西游记的改编也很多 没错 所以你们是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我尝试归纳一下 小时候看芭蕾版西游记 然后看动画片 看各种影视的改编 那个时候我们最早的快乐 是一种感官刺激 我们觉得孙悟空很鹦鹉很帅 可以跟各种不同的妖怪大战 这是一个对孙悟空 对西游记故事的魅力的理解 然后再到一个阶段 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关注孙悟空 我们还会关注他的那些对手 我们能不能把他的敌人也塑造好 当这个敌人是复杂的 可能也有善良的一面 他可能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东西 甚至他有直接跟孙悟空 去对抗的人格魅力的时候 孙悟空也会塑造得更深刻 也就是经典的东西 并不是一个束缚 这就是原著的一个底色 只是我们用更现代的语言 把它凝练出来 是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试完的录像 看到很多新的形象 这都是刚才我没试到过的 这只好大 对 这是整个大的关卡 最终的Boss 西游里他就描述说 这个熊逃走的时候 它就会化为一阵黑风 很好 所以它叫黑风大王 黑风大王 对 所以每一个怪在西游记里面都会有出处吗 有没有你们夹带点私货创造出来的形象 这个怪哪怕它没有有名有姓 但是它应该在西游记或是整个中国成化体系里有一个依托 有没有心中最满意的一个形象或者是一个场景 哪怕到现在我们已经做了可能数量远远超过我们在发布第一个视频的时候的怪物 我仍然觉得第一次发布视频的时候 有一段拿着火刀的一只狼 叫火刀狼 那只火刀狼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觉得好像摸索到了一点规律 如果说怪物的话 可能这个怪物是我最满意的怪物之一 嗯嗯 起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 哎 玩游戏还玩得挺好的人 喜欢玩游戏跟玩游戏玩得好 这个时候是不能对等 就是我们自己叫人菜隐大 就感谢父母反正很早给你买了游戏机 到大学你也有电脑了 你成绩只要不出问题 可能他也不是太管 最后我也确实靠玩游戏的经验 拿到了进入游戏行业的这个机会 去了以后和你想的一样吗 你就觉得就好像鱼儿游向了大海 还是说发现这个工作和想的一点也不一样 也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你更走投无路了 我觉得我会偏后者 首先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伟大的游戏 这些游戏让我感觉到幸福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大的行业 当我刚加入可能第一家小的游戏公司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就还是这个天使着地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甚至会很愤怒 觉得这个东西跟游戏性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为什么我要做一些我自己可能也不用那么认可的东西 但那个时候因为很年轻嘛 甚至我那个时候会写一些文章来讲啊这个行业好像不是我想的那么的光明 后面真正做了反而发现即使是做一个那样的游戏 这个事要把它做成还是很难的 你虽然瞧不起上这个游戏 但这个游戏你真的说你去做啊 你也发现你也不见得能搞定 经历了这个过程 然后陆续做了几个项目之后 会慢慢的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愤怒了 当时想一想我如果选了另外一件工作 我在大学的时候去中科院物理所待了一段时间 闭设当时是在那儿做的 然后我就观察到这个 我真的不适合做生物 你怎么去判断你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 这其实很困难 实话实说非常困难 其实人往往最后喜爱的东西 一定是自己更容易获得正反馈的东西 所以真正要问的不是你爱什么 应该是你擅长什么 然后你可能会选择一个 这个领域是我在我尝试的领域里面 相对来说获得正反馈最容易的 下一步仍然还是需要去专注 还是要严肃 你得认真对待这件事 2020年的时候 你们当时发了一个单机演示的视频 然后引起了特别多的关注 这么大量的关注以及好评 是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呢 那这件事情首先就可以给它定个信 就是它完全是一个幸运的意外 而不是我们本意能够去做到的事情 因为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那个时候其实面临的真正的困难 是招不到人 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还挺难的事情 所以当时其实真的就是作为一个 招人视频顺带宣传一下项目 也许能提高一下项目知名度的考量 然后去发的 那时候我们自己内部觉得 这个视频的播放量 有50万就很棒了 后来超过我们之前设定100倍的 这样一个播放量了 是压力还是动力 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这个事情可能不见得 是因为我们真的做得那么好 我们内部经常开玩笑 就是也许国外是一个90分的产品 但是也许国内它出现了一个75分的产品的时候 它只是因为我们承载了一些 大家对这个国家 对这个民族朴素的热爱 然后随着这个整个软件工业的发展 会出现一些商业引擎 它已经附带了非常多成熟的解决方案 你在这个时候 你只需要把它的表现做到你想要的 这是一个技术红利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只是在一个合适的时间 很幸运地承载了大家的期待 大家都在提说你们是首款3A游戏 什么叫3A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 然后也有非常多的不同的一些解释 有一点从营销的角度去营造出来的 比如大片 这么宽泛 是的 就在我理解里 3A游戏首先它投入了很高的成本 其次它可能会有很好的画面表现 但是实际上一个游戏好不好 是不能跟这些维度真的化等好 最重要的是它得好玩 我玩玩的是什么感受 我在这里面能不能体验一种不同的人生 我甚至我的某些价值观 跟它做了一些碰撞 一个好的游戏是要全部都有的 就可能大家会记得说 那我们应该也是一个花了挺多成本的产品 其实它离它是一个好游戏 还差得很远 所以我们当然的目标 还是要把这种欧空线 做成一个好游戏 除了3A这个标签以外 我看还有很多像 国风 文化出海等等这些标签 会把它带上去 对的确嘛 虽空 西欧记这些元素 它就是会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感受 而且海外关注的确也挺高的 我想问的是中国传统文化 出海等等这些 是手段还是目的 在您看来 我们学员承认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因为我们确实是一个中国团队 做了一个中国题材 那么说它是中国风 以及在海外可能有一点影响力 你说目的还是手段 我认为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目的 但是我们就怎么去界定它这个事 我们还是先从自己出发 务实一点的考量 你先放下这些 你先思考 你就只作为一个 不带这些标签的产品的时候 你是不是也能达到那个标准 我认为好的文化产品 或者内容产品 它应该是先自然的打动了 本地的跟创作者 更相似的文化族群 如果它的品质足够高 持续的时间足够长 它就会自然的辐射到 我们说的这些海外 而不是因为你盖了一个 国风的标签 就有了免死金牌 或者所以你可以低品质 我认为甚至应该 你有更大的责任感 你应该如履薄冰 其实需要你可能付出更多的努力 去想想怎么能把它和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产品 的其他的品质结合起来 我看你们选择的风格是写实的 那选择这种风格 是不是有意味着 很多东西它匹配起来就是更难 就是它不能跟你的日常经验不符 你得不断地模拟物理世界 而模拟物理世界很耗性能 所以这里最难的方式就是 你怎么能找到一个平衡点 就是我用不多的计算 我也能让它接近合力 所以你们去了很多地方 去扫描那些古建筑 没错 我们在思考一个重要的 关卡的关底Boss 应该在一个什么场景战斗 你会想它是一个大的冰湖 它是一个悬崖 但是当你有一天真的来到 一座现实中存在的寺庙 非常精巧的完整的结构的时候 你会完全明白 这里就是它的天命之旋 它就应该生活在这里 你就应该在这里 跟它完成最后的决战 这样的场景 我们有时候是因为在实地看到了 才决定这个创意 可以走这种路实 这些是一些卷轴画 这样的场景玩家都是可以 进入到这个世界的 这些纸本绘画都是根据 那个数字绘画的造型 可以当捐纸的 我们在游戏中看到了很多古建筑 雕塑等等这样的视觉元素 那这些是怎么去创作来的 我们一开始挺想做原创的东西 无论是你是人物也好 还是常见也好 就希望它是原创的 每一笔都是自己画出来 自己想它长什么样 怎么突然就确定 不要自己画了 决定去做这个采集的工作 后来才发觉 属于老祖宗 少饭吃自己不肯吃 在这个历史条件下 在当时的这个文化背景下 最具代入感一定是现实中存在的东西 第一时间就把你抓进去 反而如果我们走了很多弯路 最后才决定去做实景的扫描 全国各地好一些景点 最后各种布景啊 各种拍摄也都很费人力 但这个过程其实反而让我们轻松了不少 因为做出来的东西 确实更符合时代背景 更可信了 您经历过呢 特别特别想扫到最后没扫成的 这种有吗 我心心念念的铁佛寺 上大学的时候 看铁佛寺造像的有一本画册 我当时就被里面明代造像 二次出天造像的雕刻的 工艺的精美风格的特殊性震撼了 震撼完之后我一直想去 一直没有机会 这次也是通过各种机缘巧合 我们去到了高屏 让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 我们问村民这个铁佛寺怎么走 米山镇里面的村民很多都不知道 绕了很久 最终在一个角落里面 发现这个铁佛寺庙 它居然就是一个很小的 一个名宅的一个院落 打开之后 里面的造像非常拥挤的 就放在这么一个小房间里面 当时非常的震撼 进去看的时候 虽然都不舍得出来 我一直想扫这个 但是它整个的室内环境过于狭窄 那种其实有很大的风险 评估了很久 最后还是放弃了 就决定既然这么喜欢这个地方 还是要手工还原出来 最后我们就是 拿当时拍的照片一笔笔 真的把它雕出来了 您觉得做到几成的真实 跟你实景看到它时候的感受相比 可能我觉得最多三成 他是我们的动股演员吗 曾经是 我们当时那个视频里面 最后拍翻了杯子的 闹情绪的就是他 他就在这个动股图里面 他比我还熟 咱们所有的动股 都是在这里完成的吗 对 我们会现场去跟演员沟通 究竟要做什么样的动作 然后一边边的试 他们有时候 等一条LNG十几次 最后有一条状态到位了 动部其实体力消耗挺大的 我们以后也等于有条件的 再拓展一下 比如这里钓威亚 甚至像马匹 也许可以在更大的场地 人骑马多 还有台词 对 就是先是要这个环节 再最后进配演 对 然后配音老师会根据 你的表情节奏 他会卡你的节奏再配一个 这是我们的录音棚 角色在战斗的时候 他会发出一些声音 这个声音就你要去对准他的时间节奏 这个好好玩 所以你们这些人物 他们都是专门的配演员配的 配演员可能更擅长的是配人声 有台词 但有些怪他就发出一些吼声 或者一些这种也许同事配的更自然 所以我们会经常不时的征集 叫的更真实 还有什么能配的环节吗 我要配一个 好呀 我们已经精心选了一个 跟你的气质比较接近的角色 好的 你越是不肯 我越要让你拜扶雷音 晚了 他的关键就是在暗选程度以下 要拜 拜扶雷音 你越是不肯 我越要让你拜扶雷音 那个音甚至可以有点破音 你越是不肯 我越要让你拜扶雷音 你要晚了一点 情绪是对的 特别好 刚才是录音棚 这边就是我们做一个 杜比全景声的混音棚 这个房间要严格的隔音 就需要用专业的设备 才能够保证 它所有的声源都能发出合适的声音 你会看到这个环境里 所有的地方 它的声音都需要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才能让它准确 还有我们一些音乐设计 我们音乐里边用了很多的中式的元素 很棒 很棒 我觉得现在能够理解 之前我们看说游戏 它也是一种像电影 像音乐 像戏剧一样的艺术表达方式 之前你们放出来的片子里面还听到有陕西口音的BGM 对有陕北说书 那个还是挺有趣的 当时怎么想的 这个可能最早也是来自杨奇 他设计了一个弹三弦的这样一个NPC 我想把它放在一个大漠风格的地方 然后他又是一个看起来有些像一个民间艺人的角色 那这时候我们也跟我们的声音的负责人去商量 怎么才能把它去结合呢 他就提出来说 试试用陕北说书搭一搭 然后我也去想想 能不能用这个方式去写一些台词 这个台词其实有点像顺口溜 然后他只是要用那个方式去演绎 试唱了一下 放到我们游戏的这些过场动画里 结果惊人的和谐 恰如其分的一种中国元素 这么多中国元素放在游戏里面 海外玩家在玩的时候体验的时候 他们会能理解吗 我觉得这个也分两说 新奇感是有的 毕竟这是很少通过游戏作为载体去放出来的东西 但另一方面呢 超越这种所谓感官上的刺激 所谓这种画面声音的刺激以外的东西 坦白说是有门槛 比如说我们的文化里 或者我们的这种中国神话里 土地公 这就是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 小神是黑风上的土地 土地公公 我们小时候看西游记的时候 可能对土地公公有很多很多想象 而且你仔细观察的话 会发现这个土地公它很像 比如说人生这样的地理的植物 然后变成了一个金怪 然后最后可能得到了册封就成了土地公 这也是咱们看小的时候书里边写的那个情节 你说它是这个地方的领主吗 它也不是 它是这里的父母官吗 它也不是 好像有一种就是一个中国特色的小神仙 它也管不了这里的妖怪 对 但是呢知道这里的风土人情 像这种角色怎么定位它是谁 它说我介绍我是火源山的土地公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这个翻译就特别困难 那我们遇到这种时候就会停下来 先去想我们能不能去搬海外的 比较现成容易理解的概念 那最后我们想到一个词叫keeper 这个词也许有一种隐隐的意思 能够代表它是知道这里的事情 维持这里的关系的这样一个存在 又比如你的等级经验值 那么在中国文化里它可能叫道行 它可能叫灵运 那些独有的 尤其是在中国文化里它是一个名词 而且它只指向甚至一个个体 这种词呢我们就直接用到拼音的发音 最点就是悟空 我们没有用任何其他的翻译 我们觉得这个词就足够好听 而且足够清楚 那悟空拿什么东西打妖怪呢 他拿的是如意金箍棒 那这个词我们当然可以也去想 它是一个长的木棍 镀金的棒子 那最后我们选择的就叫金箍棒 悟空拿金箍棒打妖怪 这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对外公布的一个boss 如果你们发出去的话 应该就是全就首发了 这个怪的话是四毒神龙当中的一个叫青贝龙 然后开了这个地方毒掉寒浆雪 意识到我们来了之后 它会站起身来 然后把这个鱼杆化成它和我们对战的一个武器 刀 它是刀 因为孙悟空本石头变出来的 所以当它在变回石头的时候的话 在防御性上是比较强的 它那个定那一下真是挺恰到好处的 说了关键了 可能是一个真正的难点 就是我们怎么能用一个孙悟空的方式战斗 而不是你一看 它是一个套着孙悟空的皮的别的角色 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个黑人悟空看起来还是挺像我想象中的西游的 其实没有什么巧妙的办法 就是老老实实你看一下原著 最后的你看到的定身术 吹毛 这些东西就是这么来的 从一个外行的角度对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好奇的 能不能给我们也分析一下 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的好的题材 直到现在才有了别人 已经玩了好多好多年的游戏 前面其实大概会提到说 其实这事儿是有门槛的 首先这个门槛在技术上就是很高的 也许十年前同样的我们要做一款这样的游戏 可能需要两倍于现在的人 我能理解为以前国外的门槛也是那么高 只不过人家愿意担更多的风险 这个有时候就是发展带来的这种市场的格局的变化 国外在没有互联网的时候 可能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挺多的这样的一个单机游戏 然后它就形成了可能相对比较固定的消费习惯 就90年代末尔到2000年当然出现了互联网的革命 网络游戏出现之后 中国就跨越了可能八九十年代的这样的一些单机的阶段 直接到了一个人人都可以用PC上网 提案网络游戏的阶段 其实这个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 20年就从一个没有的市场 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游戏市场 这个市场不可能一蹴而就 这件事情也是一个可能很容易被忽略了一个成本 这个不是在一款游戏去承载 而是你的事业应该追求最后能够跟他们去比一比 去并肩 可能说我们比一个20年30年40年积累的公司更加成熟 但是我们要做出世界品质 就是这个心气腰有 您觉得您是一个偏理想主义者还是一个偏故事主义者 他可能会有很多人会以为我们就是这样一个团队 一腔热血然后理想主义然后不顾生死 就非常感谢大家会把我们想象成这样了 但是事实上你要让这个事情可持续天天在琢磨它的可行性 我觉得你这两句话就可以结合起来就是希望的 是成为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 结果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最后让你痛苦的不是远方的高山 而是鞋底的沙子 沙子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你想走到那座山就得忍受这样的过程 你在认清这件事但这个很棒 不就是要认清这些事吗 踏上取经路比抵达临山更重要 你之前说过当时这个项目启动是在相对合适的时机 也是一个谨慎的一个决定 是 怎么去定义它是一个相对好的时机 八年前八年前我们就很坚信中国的单机市场一定会存在 且一定很大 就是你会看到其他的文娱市场 最典型的就是电影 这几年随便拉一下数据就能看到 前十票房的电影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我们会看到中国制作金粮的电影 在迅速地开始蚕食这个榜单 然后我们也看到很多现象期的产品 已经在那个时候开始出现了 文化产业这块就是像电影戏剧等等这些 它其实都是属于一个大的文化产业的范畴 你们在做市场调研的时候 有没有会把游戏这个产业 放到文化产业这个范畴里面去评估这个市场的份额 我们在2016年看到大概美国的单机市场 一百亿日本五十亿出头 欧洲我们当时没统计 中国一亿美元不到 那我们当时就斩进节 所以我们认为在十到十五年内 我觉得中国的单机市场会达到日本 甚至超过日本的规模 就当时有没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出来 就当时你们在具体要开个案的时候 真的准备好了吗 我觉得永远不可能准备好了 你呢是我们邀请的最新版本第一个用户 我是一个完全的外行 就是我连那个手柄的基础操作可能我都 在关注黑状况悟空的人 不是所有人都是特别精通动作冒险类型 完全可以来试一下 这是一段开启的动画 对 一段开场的剧情 哇 主角向场很好 我要战斗是吗 是 我该按哪个能打到他 随便按 随便按 没关系 对 三部并两部 对 好嘞 哎 你看那里有一个角色 我要锁定他了 就 也许是来执行一个秘密任务 他说的对 他是这里的一个 哎呦 他感觉好厉害 哎 锁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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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可以尝试按 哎呀 好吧 那我来试试 不要让他在这里就挂掉了 这是一只青牛精 那青牛精在锡油里是经常出现的 就是可能不同的地方都有 你可以试试 不用担心 我们这个怪是一个为新手设计的一个头目怪 翻 你看 还有一些这种特殊的翻 这种翻甚至可以给你带来一些无敌的效果 哪个是躲避 哪个是躲避 这个躲避 哪个是躲避 哦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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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我怎么躲避 差一点点 还差一丝血 但是你快看你啊 你这个法术并不会给你剥夺 你下次来的时候会直接拥有这个法术来打它 《黑神话》是取自中国传统的神话故事 当时这么选的考虑是什么 就为什么会选《西游记》是什么 那我们做西游题材不是在考虑它是不是一个受欢迎的 它是不是过时的 而是首先想我们自己 想到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激动的感觉 比如说我觉得中国的神话 或者这种东方的 但是仍然带有魔幻色彩的这些内容 我们觉得以前的还不够 它好像还没有达到我心目中要达到的那种境界 我能不能把这个事情做得再好一点 我们大量的接触到的是海外的西方的这种神话的时候 我就想那我用什么样的方式 把中国的这个神话故事讲得这么有趣的 比如我们想象《指皇王》的故事 也是几个人组队去完成一个兼具的任务 这个故事跟取经的故事 在结构上并没有天差地别 虽然他们的叙事方式不一样 故事的世界观的设定不一样 但是这个内核没有那么大差别 吴承恩和莎士比亚没有那么大差别 西游记的改编也很多 没错 所以你们这一个什么样的思路 我尝试归纳一下 小时候看八六版西游记 然后看文化片 看各种影视的改编 那个时候我们最早的快乐是一种感官刺激 我们觉得宋悟空很英雾很帅 可以跟各种不同的妖怪大战 这是一个对宋悟空对西游记故事的魅力的理解 然后再到一个阶段 我们可能就不光是关注宋悟空 我们还会关注他的那些对手 我们能不能把他的敌人也塑造好 当这个敌人是复杂的 可能也有善良的一面 他可能也有他不为人知的东西 甚至他有直接跟宋悟空去对抗的人格魅力的时候 宋悟空也会塑造得更深刻 也就是经典的东西并不是一个束缚 这就是原著的一个底色 只是我们用更现代的语言把它凝练出来 这是我们之前做的试完的录像 看到很多新的形象 这都是刚才我没试到过的 这只好大 对 这是整个大的关卡 最终的Boss 西游里他就描述说 这个熊逃走的时候 它就会化为一阵黑风 很好 所以它叫黑风大王 黑风大王 所以每一个怪在西游记里面都会有出处吗 有没有你们夹带点私货创造出来的形象 这个怪哪怕它没有有名有姓 但是它应该在西游记 或是整个中国成画体系里有一个依托 有没有心中最满意的一个形象 或者是一个场景 哪怕到现在我们已经做的可能数量远远超过 我们在发布第一个视频的时候的怪物 我仍然觉得第一次发布视频的时候 有一段拿着火刀的一只狼 叫火刀狼 那只火刀狼做出来之后 我们就觉得好像摸索到了一点规律 如果说怪物的话 可能这个怪物是我的最满意的怪物之一 喜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自己是一个 玩游戏还玩得挺好的人 喜欢玩游戏跟玩游戏玩得好 这个有时候是不能对等的 就是我们自己叫人菜隐大 就感谢父母反正很早给你买了游戏机 到大学你也有电脑了 你成绩只要不出问题 那可能他也不是太管 最后我也确实靠玩游戏的经验 拿到了进入游戏行业的这个机会 去了以后和你想的一样吗 你就觉得就好像鱼儿游向了大海 还是说发现这个工作和想的一点也不一样 也有很多的困难 但是你更走投无路了 我觉得我会偏后者 首先是这样的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伟大的游戏 这些游戏让我感觉到幸福 让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大的行业 当我刚加入可能第一家小的游戏公司的时候 我会有一种就还是天使着地的感觉 那个时候我甚至会很愤怒 觉得这个东西跟游戏性一点关系都没有 为什么我要做一些我自己可能也不用那么认可的东西 但那个时候因为很年轻 甚至我那个时候会写一些文章来讲 这个行业好像不是我想的那么的光明 后面真正做了 反而发现即使是做一个那样的游戏 这个事要把它做成还是很难的 你虽然瞧不起上这个游戏 但这个游戏你真是说你去做 你也发现你也不见得搞定 经历了这个过程 然后陆续做了几个项目之后 会慢慢地变得就没有那么的愤怒了 当时想不想我如果选了另外一件工作 我在大学的时候去中科院物理所待了一段时间 闭设当时是在那儿做的 然后我就观察到这个 我真的不适合做生物 你怎么去判断你适合什么不适合什么 这其实很困难 实话实说非常困难 其实人往往最后喜爱的东西 一定是自己更容易获得正反馈的东西 所以真正要问的不是你爱什么 应该是你擅长什么 然后你可能会选择一个 这个领域是我在我尝试的领域里面 相对来说获得正反馈最容易的 下一步仍然还是需要去专注 还是要严肃 你得认真对待这件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